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默认的分区都已经全部都开了HCR权限 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什么 查看和设定HCR权限 这是最基本的用法 那我们先来看查看命令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没有多余的选项 getf HCR 后面加文件名 如果你的HCR文件有HCR权限 如果你的文件有HCR权限 或者目录有 就可以看到具体的HCR权限值 这条命令暂时先不演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设过 对吧 所以看的话没有一个文件 那先等我们设定完了HCR权限 再来看这个命令 好了 那getfsl是查看HCR权限 那么setfsl就是设定HCR权限 没错吧 它里面支持的选项非常多 我们讲了这样 我们讲这样六个选项 今天我们来学习-m 也就是设定HCR权限 剩下的这些选项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来讲 那今天先看一下 -x是删除指定的HCR权限 -b是删除整个文件夹 所有的HCR权限 全部删掉 -b是设定默认HCR权限 -k是删除默认的HCR权限 那大R呢 默认是昨天我们看的吗 还不是 默认的话指的是权限默认 我们讲到默认再来说啊 那这块呢 这块有一个大R 大R的意思是低规 那妹子低规是啥呀 低规就是一层一层 对 其实就是从你指定的这个文件 到它的子文件 到它的子子文件 全部生效 就是低规 一级一级的 那今天呢 我们先来学习-m 设定HCR权限 那要想学这个东西 那我们还得有一个情景环境 这张图 是不是好像很眼熟 是吗 这不昨天讲那个简单的 介绍HCR的时候 演示那张图 对 我们今天呢 还是拿这张图 来学习一下HCR权限设定 那我们先不看这个视听有过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这边的权限设定方式 行 其实我们说 我们不管Windows还是Linus 需要给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 分配权限 才可以在服务器上正常使用 只是对个人用户来讲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用管理员登录 然后就可能没有考虑过这种权限的这种演变 或者说这种设定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 服务器不是这样的 服务器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权限 那Windows可能更好理解 因为它是图形界面 那Linus呢 虽然这个东西不难 但是我现在要演示一下这东西怎么做 我要干嘛 假设我在跟下创建一个project项目目录 然后呢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我也就是拿所有者 拿root权限 对他拥有读写之行 然后呢 把多余的一些用户 加到一个叫做testgroup 这个组名随便记 然后呢 这些用户 我把它当成我的学员 那我需要给他们上课 他们需要给我交作业 所以他们也需要拥有读写之行 那但是这个项目呢 目录不允许其他的班级实验登录 那因为大家都能访问服务器嘛 对吧 那其他权限就要给成零 那我们来建立一下这个权限 建立一下这个目录 好了 那我们首先MK第二 再跟下建立project 这个目录 还是这句话 超哥并不太建议 再跟下建立过多的一级目录 我们今天就是完全按照换轮堂上来做这个实验 其实如果在真正的服务器上 你的这些实验或者操作 都应该在加目录 或者在你的临时目录当中 今天那我们就在这个一级目录下 这样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给我们的班级学员 兼签加几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班学生有 有B妹妹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仓老师 仓老师 可以了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两个学员加了这个 还要给他们创建一个组 对吧 那这个组呢 就是group 爱的 那我们给他参加一个叫做测试组 或者是学习组都可以 那就还是按照文档上 tgroup测试组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两个用户 加到这个组里 对 那个妹子还记得这个 参加用户进组的命令吗 是 change oh change password吧 对 对 -a 后面加用户名 后面加组名 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B 妹妹用户加入到 tagsgroup 接着再加藏老师 然后呢 -a 把它加入 加入testgroup组 现在这两个用户都已经属于这个组了 如果不放心 我们可以看一下group这个文件 大家会发现 这个testgroup已经有了 两个用户也已经属于了 那现在 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调整这个project的这个目录的权限 那首先我们要改它的所有者 所有者的命令是称之 owner owner是主人的意思 把它的所有者是root 然后把它的这个所属组改成tgroup 改了是根下的project这个目录 然后设定它的权限 按照我们的这个 宽敦票来说 就应该是770 哎 那接下来呢 就给它给设770 这样的话 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目录的文件 权限 project 大家就会发现 权限是770 对 万万七 所有者是root 所属组是tgroup 那这个目录就已经符合我们的要求 来分配这个权限 可以正常使用了 哎 我们上课啊 教学啊 就可以了 对吧 哎 不过呢 不过呢 我们说 如果出现像换天片这样复杂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st或者说视听用户 对 那它的权限不能给7 要给5 所以这个视听用户就不适合加入到Test Group这个组里 对 不适合加进去 当然也不能给它分配所有者和其他人 这个事情我们都说过了 对 那这个时候三个身份 也就是所有者 不够用了 所有属组 其他人不够了 那我们就说A3的权限主要就是用来解决身份不足的这个问题的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啊 来 我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刚刚我敲的例子 看 建了一个张三用户 建了个李四用户 建了个视听用户 建了一个Test Group组 然后呢 把张三和李四加了这个组里 接下来建立Project的目录 接下来建立Project的目录 然后呢 改它的所有者和所属组 然后呢 改它的权限 其实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但是如果出现了视听用户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 它既不能是所有组 也不能是所有组 就要单独给它分别权限 那我们就需要利用SET 视听用户还不存在 先签加视听用户 给它设个密码 其实刚刚的那个 B美美和这个藏老师都没设密码 其实应该都要设密码 好了 现在就要使用SETF SL命令 -M我们说了 是添加SL权限的作用 对吧 后面我们用U 代表给用户设定 那也就是说 如果给某个组设定SL 就要用这末号 那现在先给用户 给哪个用户呢 视听 学员 给它的权限呢 是读和执行 那就说 后面只要写 -M是设定权限 U后面跟用户名 末号后面跟权限 在后面跟文件名 或者目录名 就可以给这个文件 或者目录分配 SETF SL 好了 它已经有了 这个命令 其实就是我现在 在环境方案写的一条命令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目录有没有 先LL一下 先LL一下 打错了 是 跟下的 project 大家会发现 在刚刚的权限的后面 多了个加号 证明这个东西 除了普通权限之外 拥有了SL权限 那如果想要去看具体的SL权限 就要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命令 还记得吧 get F SL 后面加project 这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首先有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 它是说 这个目录名的左侧的斜杠 它不认识 请你把这个斜杠不要输 那也说 它不支持绝对路线的方式来表示 但是这个报错 不影响整个命令的执行 所以啊 当它不存在就可以了 有三个注释 先写 我查了这个目录的名字 叫做project 它的所有者是root 所有组是testgroup 那所有者的权限是读写执行 所有属组的权限是读写执行 其他人的权限是零 但是有这样一个用户 它既不是所有者 也不是所有属组 但是它确实对这个目录拥有读和执行 那也就是说 ST用户可以进入这个目录 可以查看这个目录下有什么 但是不能上场 那我们就可以用宿命令 切换成ST来尝试一下 我们cd的project 进去没有问题 RS是看也没问题 但是我踏出一个新文件 就会报错 权限不足 这也就是说 我退回了 刚刚这个营养 是可以生效了 也就是说 视频用户 虽然不是这个目录的所有者 也不是这个目录的所处组 但是我只是把这个用户拿出来 给它给了权限 它就拥有了权限 其实我们说 ASR权限分配权限的方法 跟我们的这个Windows的图形界面的思路是一样的 只是Windows有图形 我们这里是setFSR 这就是设计用户ASR权限的作用 非常简单 但是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给组来设ASR权限 我添加一个Test Group 2组 然后给这个目录分配一个 这个组 这个组对它拥有不显之星 那Test Group 2虽然不是这个目录的 这个所处组 但是我也可以把组拿出来给它给权限 只要注意把刚刚的U换成G G就可以了 我们试试 Group Add Test Group 2 然后呢 set setFSR权M 给J 哪个J呢 Test Group 2 给它分配 读写执行 然后给Pro Project 来分配 跟下的Pro 这一系列 来分配 这个时候 再来查询一下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除了视听用户 对它有权限 这个组 虽然不是它的所处组 这个组不是 但是它同样也有自己的权限 这就是ASR权限的分配方法 就这么简单 其实并不难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讲了 如何设定ASR权限 setFSR加-M就可以了 如果是给用户用U 如果是用给主用J 默号后面跟用户名或组名 默号后面跟权限 空格后面跟文件名就可以了 又讲了如何查看ASR权限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